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线 占人体体重的40分之一或者是50分之一 并且有着丰富的血流供应 每分钟流进心脏的血液可达1500毫升至2000毫升 肝脏可以帮助完成营养物质的合成 分解和转化 并且还能够参与基数类的药物转化和解毒 还能分泌党支,消化脂肪 同时肝脏又是一个哑巴器官 虽然有着丰富的血管分布 但是它缺少疼痛神经 往往到了最后一刻才会发出信号 可是这个时候肝脏就有可能达到了硬化 肝癌这个阶段啊 体内肝脏毒素过多 一般会表现有以下这些症状 皮肤上表现为脸色发黄、发黑、皮肤烧痒、蜘蛛痣等等的情况 如果发现这种症状 那说明可能是肝脏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保肝护肝的食疗方 在短期内帮助肝脏清除毒素 还有非常好的保肝和滋养肝脏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准备10克的绿豆 说到给肝脏排毒就不得不提绿豆了 绿豆被称为肝脏的排毒王 所以我们经常吃一些绿豆 相当于给肝脏加一层辅助 绿豆中含有丰富的多彩蛋白酶 另外绿豆中还含有抗氧化功能 可以保护细胞不受到毒素侵袭 除此之外绿豆还可以解除乙肝病情的发展 防治小三阳的癌变 而且绿豆中的降血脂作用 也是可以防止脂肪肝的发生 所以绿豆是饱肝的良药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莲子 莲子为碎莲科植物之王 具有补皮、纸屑、固筋、纸袋 益胜、养心的功效 莲子、胃苦、性寒 能够清新火 还可以改善生性不焦 因虚火腕引起的失眠症状 适量的吃一些莲子 还可以清肝火、降肺火 对于肝火腕肾 引起的咽喉肿痛和心情防躁 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莲子可以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起到强心和清新火的功效 但是如果体质虚寒的人 就不能经常吃莲子了 因为莲子心性比较寒 可能会使肠胃负担加重 引起腹泻 当我们出现烦躁不安 或者是失眠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吃一些莲子 肝火万生的人 有眼睛发红和皮肤肿胀 牙龈肿胀等症状 平时要保证清淡的饮食 不要吃辣椒之类的食物 另外 莲子对心脏也有好处 莲子可以起到降心火的作用 当出现心反意乱 可以适当地吃一些莲子 来进行治疗 莲子可以缓解情绪 抑郁的症状 莲子还可以增强记忆力 有很好的降血脂 降血压 降血糖等功效 我们把绿豆和莲子用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再加入温水 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再准备一小节的铁棍山药 先把山药皮消除干净 山药含有一定的山药多糖 能够帮助提高 肝细胞中的骨关钢钛含量 以及超氧化物质 其化酶的活性 具有保护肝脏的作用 还可以帮助减轻 化学性肝损酸所致的 炎性反应 因此 山药具有保护肝脏的功效 同时还有一定的降血糖 降血脂 抗氧化作用 另外山药还有健脾 和胃 生菁 养肺 补肾 固精的功效 山药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 微量元素等物质 具有抗氧化 降血脂 降血糖 调节肌体免疫力 改善肝功能的作用 所以肝病患者 适当的食用一些山药 对身体非常的有益 山药去皮后 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三颗红枣 红枣含有多种氨基酸 维生素等 日常食用摄入 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元素 有利于肝脏功能的正常运行 对于维护肝脏功能 有一定的好处 而且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红枣中的维生素C 黄酮类 生物碱 黄磷酸线钢等营养成分 能够辅助提高 单核细胞的吞射功能 促进蛋白质合成 降低血清胆固醇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减轻毒性的物质 对肝脏的损伤 能够起到保护肝脏 辅助治疗的作用 肝脏清洗干净 用剪刀 把果肉剪下来 早和去除 接下来我们把山药和红枣 倒入锅中 再把浸泡好的莲子和绿豆 带水一起倒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给大火 给它煮开 再转小火 煮上30分钟 在煮的过程中 我们再来准备两颗香菜 香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 香菜的营养价值 和药用价值都非常高 香菜的香味比较独特 吃了香菜以后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促进肠道消化功能 增加食欲 对胃口不好 食欲不振的人非常的好 排毒 护肾 护肝 经常食用香菜 可以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 抑制体内和肾脏中的牵积类 帮助身体排出牵 同时香菜有腻尿的作用 可以预防膨胺炎症 起到保护肾脏健康 润肠 通便 香菜中的上食纤维含量非常高 食用后可吸附大量的水分 在胃部膨胀 增加食物的湿度 刺激肠道蠕动 促进食物残渣的排泄 适用于便秘患者食用 可以滋润肠胃 放松肠胃 保肝 明目 香菜维生素A的含量也非常高 维生素A是肝脏和视网膜的重要 组成部分 食用香菜可以促进 湿脂红汁的合成 缓解肝细胞衰老 保护肝脏和眼睛 我们把香菜彻底的清洗干净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先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时间到后我们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香菜加进来 然后再添加几颗枸杞 用勺子把它们稍微的搅拌均匀 这样一道护肝汤就煮好了 喜欢吃甜味的 我们可以碗里面加入一些冰糖 把冰糖搅拌至融化 就可以装碗开吃啦 这道养肝汤 可以帮助我们排出肝脏和肾脏的毒素 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预防脂肪肝 还可以降低肝火 平肝降火 如果是肝不好的朋友 可以每天喝这道汤 对于肝脏有非常好的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 绿豆是比较寒凉的 所以脾胃虚寒 或者是体质虚弱的朋友 最好要少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下方点赞评论 加一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